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子录篇第23章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这章的君子小人是以道德分辨 君子指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从上和 但不是流和 并不是说人来约看电影 跳舞 以为不弃便对不起他 这是流和小人 和是一概不侵犯人 不妨害人 忍让尊重他人 例如他人的公事 书信都不擅自观看 小人同而不和 小人不懂和 以同为和 譬如流水 譬如流水 东流则东 西流则西 小人一做事就不和 在其中 同流 同流 譬如说 人家来 夜里 去做一些 不是很 好的事情 以为不弃便对不起他 那么就跟着他去 跟着他去 那么写父老人 就举出一看电影 去跳舞 他就不好意思 他就跟他去 这个是流和小人 这个不是这个和 所以这个一张书 他是君子小人 以这个道德来分辨 所以这个和 君子和是 一看都不去侵犯别人 也不会去妨害别人 忍让尊重他人 那 例如他人的公事 这几书 他人 的公事 书信 都不擅自观看 这个在查理举药 都有讲到 别人的书信 那我们不能 算是 自己给他拿来看了 那么 别人的公事 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也不能 这个这个去干涉他 这个就是讲公事 书信 那么在公家机关讲文件 那不是我们的人事 我们 不能去看 就举出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必须举一反三 凡是妨害到他人 啊 侵犯到他人 腦乱到他人 这个就是不和了 啊 这个我们一般讲啊 某某人啊 啊 常常啊都会找人麻烦 啊 这个就妨害他人 这就不和 所以小人同而不和 啊 小人 不懂和 不懂什么叫和 以同为和 那以为我跟你一样 那么就是和了 那不管人家 请他做的事情 对不对 啊 反正就跟他一起 啊 这个叫同 那以为这个是和 啊 这个是同流 这个这个不是和 啊 这个 叫流和 啊 不是真正的和 啊 这个是同 啊 同本讲同流和污啊 啊 以同为和 啊 好像水一样 啊 啊 流东 就是东 流西就是西 啊 小人一做事 就不和了 啊 就会 在其中 跟人家搅急 啊 就是 老乱 啊 侵犯人 啊 找人麻烦 侵犯人 啊 那些小人 好 那么这张书 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 啊 我们要记住 小人同而 不和 啊 君子是和而不同 啊 和而不同 跟同而不和 啊 就是 君子小人 啊 这个 昏变的一个地方 好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